台中警局再传封计案 台中地检署日前突袭搜索台中市多个警分局 侦办远警利用取定民众交通违规 勤务的机会涉嫌图利 一口气带回了16名的远警跟5位民众 经过复讯认定了第六分局西屯派出所的理性巡佐 违反贪污制罪条例以及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 向法院来申请积押禁件获准 另外其他10名远警分别以3万到20万元交保后船 另外一位苏信民众则是无报请回